在我的民主視頻上有朋友留下一個留言 說我後面說的意念跟共產主義差不多 我想在這裡澄清一點 第一,Democracy at work 不是我的主義 是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叫Richard Wolff 是首先提出來的 我覺得他的規定非常好 所以我想向各位推介一下 第二,Richard Wolff本身是讀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所以他當然在一定程度上 他的建議會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但這跟共產主義完全不同 其中有幾點我想再簡單說一下概念 以及如何跟共產主義的分別 概念基本上就是 我們希望那些小公司 甚至是比較大的公司也好 是由僱員自己來控制的 換句話說,股東和工人是一批人 可能有少許的投資者 但那些投資者就會是一個沒有投票權的投資人 即是說,如果我們譬如有一間公司 那公司可能裡面有一百個股員 那這一百個股員可能佔了公司的股份上的 例如80%或90% 可能剩下10%就是其他人投資 但這10%的投資人對公司的所有政策 是沒有任何投票權 也沒有發言權 而公司所有的行政規劃 和產品設計和市場推銷等等等等 全部所有東西都是由公司裡面的員工自行決定 當然在員工的工作之中 有些員工會是負責做生產,有些員工會是負責做推銷 或者其他產品開設,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些全部員工都是在公司的策略 起碼在公司的年會時有同樣的權 是一人一票,就跟你的股份數目是無關的 你不會因為你的股份多跌,所以你的投票權大了 沒有這件事是一人同票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間公司本身做的政策 很多時候做出來就會跟一個只是由投資人做出來的決策有不同 分辨到,在投資人的角度你只是純粹想賺多些錢 但如果你是公司僱員的話 你就會考慮到,如果我把我的廠房從一個地方搬去另一個地方的話 我會損失了我的工作,所以我不願搬 因此你的廠房就要盡可能留在原地上 而第二件事是,如果要搬的話 要不就跟著搬去,要不就變成沒有發言權 所以我相信這兩個因素後來,人們多數會不願搬 換句話說,公司本身一定要靠當地的競爭優點來做競爭 這跟共產主義有一個最大的分別 這間公司不是受政府的資助 也沒有人告訴你應該做什麼產品 或者賣什麼產品 這全是由公司自己在市場競爭之下決定的 如果你的競爭能力不好,那你的公司賺不到錢 要不就要自動減薪,要不就要倒閉 倒閉之後就要另外找一份薪金 也換句話說,你的公司的資產會變成零 那時候對那些工人來說,就有很大的推動力 就是去找一些自己有競爭力的市場去市場競爭 我不是說共產主義沒有市場競爭 現在這個公司是完全在一個自由的經濟市場之下 去謀求生存 唯一的不同就是這個公司本身的結構 就不是給資本主導 即是說資本只是其中一部份 但這部份是沒有發言權的一部份 發言權是有份在公司做每天的工作的那班人身上 當然,很明顯不可能公司每天都去過大會 只要開會,就不用工作了 所以這些年會可能是一年一次的 然後這個年會會選出一班董事 那這班董事會受薪 然後這班董事會帶動公司的業績進步 每年後的大會報告 可能是一年一次的公司年會 但是在那個年會裏面 投票的人是公司的員工 不是那些 持有公司股本的人 所以就把資本的資本 搬離開了生產線上 把資本放在第二線上 如果你有錢可以去投資 你投資之後 你可以一樣爭取 賺到你的公司應該賺到的利潤 不過呢 你就沒有那個發言權 在這方面有些矛盾 那些工人或者決定 每次都不派紅利 於是這些投資者完全沒有收入 那這些就可以在一些 譬如是政府的 regulation 甚至是那些管制規例 可以限定 如果公司賺到錢的話 有若干的錢 就不可以用分紅形式 分散給員工 一定要留一些 分給投資者 其實員工自己本身 因為有資產 都是投資者 所以這個應該不會太大爆盾 所以我希望可以 解明白了 提出所謂 democracy of work 和共產主義的分別 我希望解釋清楚 如果不清楚 再說明那次 我再試過 第二個科學解釋 拜拜